在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这影片要继续介绍Modify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现在要介绍 Mirror 就是镜像功能 然后镜像功能顾名思义就是一种 类似镜子 然后它如果是以镜子来讲 它会产生一个同样的物件 相同形状的物件 然后它的相对位置是在镜子的另外一边 所以它会有Mirror的Object 等于是说 它要相对应在一个物件的另外一边 去产生一个物件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只做一个镜子吧 然后 你就用这个立方体 开始 我们就从这个立方体开始 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我们的镜子 OK 然后我们要去 做什么toy呢 然后我们就拿 Brand 它的一个物件 Monkey的物件 来当作离子好了 好 那我们再把它放到相对应的位置 移动一下位置 我们就把这个墙当作一个位置 OK 那我们来设定这个 镜像功能修改器的功能 然后 然后选择 然后选择 我們可以按這個DESABLE 按往復 快速的 一個功能 好 那我們再 鍵是靜止 看到對方 我們再做一些修改 把這個面消掉 然後選擇這個面按X 我們要把這個面給3點 OK 好 那你們看到 Monkey 好 我們再修改一下顏色 跟 凸顯這個物件 嗯 嗯 嗯 點綠色的感覺 這就是 鏡子中的Monkey 那如果你想要 看到在陽光下的感覺 換一下 就換一下這個太陽的文字 太陽的文字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OK OK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 Monkey在鏡子中的自己 我覺得這功能還蠻有趣的 我可以按這個功能 可以按這個功能 好 那我們這影片就示範到這邊囉 介紹 修改期當中 鏡像的功能 謝謝大家的觀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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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愛 我的 借